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飛機為什麼要飛呢? 這件事為什麼突然拿出來說呢? 其實有聽眾要求 其實飛行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你不用科學角度去想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但是你如果很認真地去想這件事 我會想其實我覺得有些很有趣、很諷刺的故事 你問一個文人 飛機為什麼會飛 甚至乎你問一個飛機師 問一些做航空業的人 其實飛機為什麼會飛呢? 沒有人能夠給到很完美的答案來的 這裡我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其實你就算問一個流體力學、物理學家、航空工程的人 飛機為什麼會飛呢? 其實不是一個三言兩語給到很簡單的答案出來的 甚至乎我會說你不同形狀的機器能夠起飛的原理 就是背後的機制是怎樣的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異在背後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就是要解釋為什麼飛機會飛呢? 原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來的 就是它背後的故事遠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 所以那些人去探討反省回憶回這個飛機為什麼會起飛這個故事呢? 原來就很多你想不到原來就是哇 好像很高科技 但是為什麼原來又好像那麼山寨那麼隨便就這樣就算數 然後我們就飛了呢? 在這個飛行的歷史的理論上哪一部經典是最重要的? 你說是一個學術上的經典還是一個人物上的發明? 人物上的發明 你如果說回那個20世紀最早期190X年來特兄弟那些 其實當然就是能夠去做一個比較人類受控的離地飛行 就是一個安全地喊起飛然後也都受控制的安全降落 就是由來特兄弟開始 但是那時候他們沒有想理論是逐步逐步去試的 是啊 而且你不要以為我們今時今日想理論想得很清楚 其實今時今日原來我們是做模型做測試是做得很仔細的 但是背後了解的理論是不是說完全不清不楚的 但是就是叫做知道不知道的 但是叫做由件實物那裡試過數據發現是這樣的 你這樣的參數之下這個範圍之下就穩定 然後就去做的了 就是我記得那天很久之前看過一條美國那些這樣的影片 那他就叫你們那些一個講一個空中服務員 就臨降落前就提醒大家就記得要關掉一些電話這樣的樣子 那以前台長你都記得 不對於關掉電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嘛 是真的要你關掉那部機的嘛 任何電子裝置都要關掉的嘛 然後耳機又不可以用啊 你說後來就算出現了一樣東西叫做飛行模式的 甚至乎那時候都說不行 飛行模式都要你關掉了這樣 總之全部都關掉了這樣 那段搞笑片就純粹就是說 那班乘客和那班這樣的 就是和空中服務員爭論就是說 你又叫我關掉這件事 那個東西夠有電夠有信號在那裡 那個東西又不用關掉 為什麼這東西要關掉呢 我聽過就是我那個 就是我開個電筒就行 我按個Walkman就行 但是為什麼你要我 是要關掉那部電腦啊 其他有些更加複雜的東西 你又不用去關掉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 就是沒有人能夠用一個科學的方法去解釋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去做 接著那個空中服務員就突然之間就發脾氣了 就說你猜我真的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都相信了 現在你坐在那架飛機為什麼飛得起呢 其實不知道的 可能是有個魔術師變了去升上來 你才能飛到的 你如果一做錯些什麼 有些什麼不老了 他不喜歡這件事破功 就大家一起死的了 接著一句說完這句話之後 反而那些乘客就聽聽說全部 對呀 又好像有道理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不清不楚 所以我們既然都這麼不清不楚 我們就不要亂去破壞一些規矩了 如果不是一會兒 真的碰到東西弄壞那件事 令到大家安全有問題 於是就用一個很不科學的解釋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說服了大家就相信 我們坐的飛機是安全的 但是然後就是我們這些電子產品是要關掉的 其實這個都是隱言來的 到今時今日呢 我稍後就要說就是說 飛機為什麼會飛得起呢? 不要以為可以用兩三分鐘去解釋到 而且我們曾幾何時去試過給那些答案 是過於簡單的 甚至乎是因爲這樣搞到我們在 包括我自己在內當年考慮一下A級 那個物理科裡面都出錯題目了 其實是會是 如果理論上是哪一班人去嘗試理解這個飛行的原理 當然一定離不開啦 你首先拿著牛頓力學的知識 OK 主要去解釋就是說 那個飛機為什麼去飛機呢? 就是有人就認為 需要起碼兩套的物理理論去幫忙 第一個就是牛頓力學 那個牛頓的第三定律 你呢? 就是你去把一個波向前扔 其實那個波也都把你的手向後扔 就是台長你打我一槌 其實我的鼻都是打你的拳頭的 我用那個拳頭來擋住你的 就是我用那個鼻來擋住你的拳頭 你問一下你的手有沒有傷 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飛機也是一樣的 他把那些空氣向下扔的時候 或者他把那些空氣向後面扔 他就向前 他能夠把那些空氣向下扔的時候 他就可以向上升 那麼這個就很簡單 也都真的可以解釋到 但是一部分而已 而另一部分呢 就來自一個叫做流體力學的原理 一個叫做百魯尼定律 或者叫做百魯尼原理 Bernoulli principle 那麼他就說呢 你只需要將那個飛機 那個機翼的形狀 設計到成一個流線型 那個流線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下面是平的 就是上面有曲的 那麼然後就是那些空氣呢 你一路是被那個機翼去破開的時候 那麼它經上面 跟經下面走的空氣呢 它就會有一個速度的差別 這個速度的差別 根據流體力學的定律 構成一個壓力的差別 就令到是機翼下面壓力高些 機翼上面壓力低些 於是乎就有一個向下 就是由下而上向上托的一個力 就產生了出來 那麼而這件事呢 也都可以由物理的實驗是證實到的 就是這個這樣的百魯尼原理 你八魯尼定律呢? 你拿著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那件物件 它流過去兩個面的速度不同的時候 就令到它產生一個獨特方向的聲力 這件事可以幫我解釋到 你飛機為什麼會多了一個力 去幫你升 多了一個聲力幫你升起呢? 就幫你解釋到阿碧咸他扯西的時候 或者卡路士去射佛球扯西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波是可以轉彎呢? 是用同一個原理 流體力學的原理去解釋的 以前我還記得我自己考 就是高級程度回考 那天還有A級時代的時候 都會出這些題目的 就說如果你想飛機有這樣的升力 你是需要它上下的壓力差有多少 要我們去計算這些數 在這裡其實假設了 整個飛機之所以能夠升得起 就純粹因為流體力學的原理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錯的 一個飛機之所以升起 到我們什麼時候之內的錯呢? 是真真正正的 你將整個飛機的模型 放在一個風洞裡面 做實際的測試 我們發現 量度出來的數據 就是跟我們的理解是很不同的 有一派的人 他認為純粹就是因為你的機翼 就是台長你隨便拿一本書拿一張紙 是不是? 去打斜地在空氣上片下來 其實你如果打斜片的時候 有些空氣去撞到你的那張紙 就被它向下反彈 有東西向下被反彈 也都代表你有你的機翼 或者你的那本書、你的那張紙 其實就有一個反作用來向上升的了 現在就是說究竟哪一派才對呢? 原來其實兩派都不能夠足以完全解釋到整個現象 台長現在你展示的這篇幾年前的科技的文章 其實它分別是很仔細地用圖像來解釋 就是說無論你純粹用流體力學原理去解釋 為什麼下壓大的上壓 從而托起那個機翼 還是你是用純粹牛頓第三定律的原理去解釋 都是不足夠的 都是有些缺陷在那裡的 所以它就能夠做到上面那些空氣 就產生到一個填補不及 上面的空氣它要填補回那個後面一個套進去的空間 那裡就補充不及 於是乎氣壓就低了 於是乎就令到那個機翼下面就有一個承托壓上去 就是企圖去平衡氣壓 但是中間就會將你整個機器去托起了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你如果要用那個叫做流體力學原理 就可以去理解到這個這樣的觀察 但是如果你純粹就是用牛頓第三力學 就是把那些空氣向下打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上面會有一個低壓區 就是機翼上方會有一個相對低壓的地方去產生了在那裡 所以其實隨後是真的有些做這些研究的人 很仔細地去問究竟每一個的效應是貢獻多少呢? 原來最後你會發覺隨著你的機翼的形狀不同 和整個你本身那個飛機的飛行狀態不同 這些全部都是有所改變的 所以你會發覺原來整個飛機工程它飛不飛得起呢? 它不同我們很多其他的原理的 就是譬如你說你弄一架磁浮的火車 或者是其他的電動的一些交通工具 你是很清楚你那個電學的原理 或者那個馬達的原理 你給了多少的能源下去 它的效能多少 然後你的車可以最盡行得多快 你的能源效益有多少 全部在我們的理論掌握之中 但是同時間呢 飛機又不是 飛機你是不是已經掌握一個很完整的理論 和你預測了這個飛機給多少原油 它最後的升力是多少 你的角度是多少 全部去 就是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呢? 原來這些東西是 不是在外掌握之中的 所以在整個飛機的飛行發展故事裡 很有趣就是說 你無論什麼機型呢? 它一定要 就是在說20世紀中後期都是 它要擺起做一個風動模型的測試 看一下在這種設計的情況之下 它周邊的空氣的流動的狀態是怎麼樣? 它的升力有不有效? 還有會不會對於某一個部分構成很大的負荷 那他們是要在實戰那裡去拿這個數據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那些做飛機這些設計的那些呢? 其實就是它在風動測試出來的數據 就成為了它的核心數據 就是因為要用很龐大的資源來拿這些數據下來 如果你的理論是更加好的時候呢? 現在在這個時代就叫做好一點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很多電腦的模擬來取代了一些風動的測試 就令到那個核心技術就從那個硬件那裡 就變成軟件那裡了 但是最難解釋是哪一部分? 就是整個飛機的飛行的形象 現在就是這樣的 你如果想純粹的飛機穩陣堅固 就最希望能夠肯定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能夠辨認到這個飛機上面每一個位置的弱點在哪裏 哪裏是最不受力 然後我們就要加強它 令到每一部分的壽命就不會說 有一個特別出現一個最弱的一環在那裡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其它的就是現在就要好一點了 除了我們對於流體力學的研究就越來越進步的話 我們和那個運算能力越來越高 我們就可以將一架 就是叫做在虛擬世界的飛機 就放在一個虛擬世界的風洞那裡去做測試 就給了一個虛擬的結果 如果虛擬的結果和現實你真的做測試 是接近甚至乎有時是超越的 所以你說最難的地方 其實就反而是在這樣的系統開發 就是很有趣 現在就是很多時候就是一個 在完全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理論基礎 就是我們的理論就是叫做核子摸象而已 只是摸到一部分而已 很多東西就是由實際上拿數據 但是最後這個東西 我們將它變成一個產品是整個到處飛的 就是我會這樣說 相比於我們地面上或者海上行進的交通工具 我們對於在飛行這個交通工具那個飛行的原理 究竟哪一種的物理學貢獻到哪一個部分的現象呢 是反而在飛行的故事裡面是最不清楚的 那在這個學理上面呢 就是現在飛機飛行的理論呢 是不是應該是歸納在流體力學裡面呢 是的 因為我們在大氣裡面飛 就是這裡我又最後講一句打完牆了 我會覺得現在我們這個世代就是 我們對於火箭怎樣飛太空的物理 是掌握得好過我們對於飛機怎樣飛上天的物理的 那這個是跟我們的大氣本身有關的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是科學生知完成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嘩!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 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 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 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